網友拍攝的視頻顯示 7月8日上午10點左右 南京黑雲壓城 部分地區天空突然變暗 如同黑夜 當天下午 上海的天空也迅速變暗 隨後一陣狂風暴雨 網友描述稱 以前拍了一張 然後就整個黑了 大暴雨白袭 世間末日的感覺 還有人感嘆 魔都人民這段時間 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今年是多災多冷的地方